官方剛在FB發布的這幾張圖 答案已經公佈了齁 確實就是怪物彈珠啊 欸有些人可能會很失望啦 覺得彈珠都已經合作那麼多次了 為什麼要一直來 這個就好像彈珠跟福音戰士合作超多次 就算EVA人氣再怎麼高 太多次還是會讓玩家膩的啦 不過這次的角色感覺可以期待一下下 官方貼出來的三大獎 在彈珠裡面都有一定的強度 第一張瑪娜的話應該不用說吧 有玩過的人都會知道他很好用啊 他跟露西法一樣有一個護罩在 那不知道這次來到怪物彈珠會不會又有一個護盾的出現 第二張的話就是水屬性的尼奧了 這一張上次有觀眾跟我說大概就是彈珠裡面的黏度黑金的感覺啦 不知道來到神魔之塔之後會不會也把神魔變成尼奧之塔呢 在彈珠裡面他的友情技應該算蠻醒目的 就是會一直射出那個水屬性的圈圈出去嘛 大家也可以藉由這點來猜測一下他的主動技或者隊伍技之類的 最後一隻的話是亞森 就是我昨天提到那隻暗屬性的皮卡丘啦 結果他的剪影裡面只是看起來很多人而已 實際上還是一個人 這一隻亞森的話我就比較不熟一點點了 因為我玩彈珠其實一直都是斷斷續續的狀態 比較熟的可能會像前面兩隻那種超人氣角色 就是可能真的人氣要高到那種你沒有在玩都知道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期待一下還有什麼角色會出現喔 OK今天主要就是帶這個最新消息來給大家知道 大家對於怪物彈珠合作還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